嗨 新闻们 我是张艺绳 我和大家聊天 我们最近关注我的微博的人都知道 在做锻炼 在保持自己的生存 那除了锻炼之外 当然在饮食上 也要保证一个健康的前提 就是六个术的真言 管住嘴 卖开嘴 我平时卖开嘴已经说到 那怎么管住嘴 我平时会吃很多的健康餐 它就这个主要是高蛋白 然后有各种丰富的食材 然后 能够补充各种原体所需的维生素 然后需要蛋白质 才能做到低脂和低钠 这是我平时吃的就很饱 然后保持身材的一个最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滚在里面的沙拉酱 我觉得需要口味的小朋友们可以选用一些沙拉酱 但是对于我这种非提示的很严格的人 好 现在要开始我吃饭了 今天这个是奥尔良风味的烤鸡 还是蛮好吃的 其实没有吃过健身餐和健身餐的人 可能会觉得比较寡淡 但对于我这种吃习惯了的人来说 其实还蛮好吃的 其实我在以前都有吃这些东西的这时候 可是我感觉 以前也吃不了多少 但当真正的每天消耗 然后又吃的比较规律 比较健康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饿 然后也会特别期待第二天想要吃什么 所以你如果想要自己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健康舒适的状态 动起来 吃起来 我先做一句 给孩子看我 好吧 你也该去吃饭了 我先吃了 期待跟你一块儿吃 OK 不要 我先吃了 如果你还在去 你还没想吃 你吃了 就能吃吗